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例上福建普京表示中国关系超牢固 已经超越了军事联盟 FBI在抓两名中国特工 44名秘密公安遭起诉 北京警告4月18号黄海有重大的军事活动 及其日本喊话对中国强硬必须一致 特斯拉上海工厂强扣奖金惹重怒 工人翻墙找马斯克来告状 荷兰最新的评估表示中国是最大的经济威胁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法广的信息表示 中国的房长李尚福在星期天 也就是4月16号的时候 在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 跟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进行会晤时 双方都称赞强大的双边关系 有多家媒体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迅急接见了中国房长李尚福 并且表示俄罗斯官方强调 与中国合作没有上线 消息没有提及在乌克兰战争当下 中俄双方是否提及了军事支援的议题 法新社在4月17号的时候报道表示 中国房长李尚福在会中表示 中俄两国的关系非常的牢固 已经超越了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联盟 而且非常的稳定 另外根据俄罗斯官方的翻译内容表示 李尚福说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俄罗斯电视台播放的这一次会见的情况 李尚福表示这是他就任中国的房长以来 第一次外访 他特别选择了俄罗斯 以强调中俄双边关系的特殊性质和战略重要性 而中国国防部在星期一 也就是4月17号的时候 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李尚福还向普京传达了习近平 对他的亲切问候 而中方还表示 中国愿意跟俄罗斯合作 加强两军的战略沟通 为维护全球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做出继一步的贡献 法刑社注意到了双方没有提及到乌克兰的战争冲突 报道表示 在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 也出席了的会见当中 普京赞扬了中俄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普京说他们正在通过军事部门的积极工作 定期的交换有用的信息 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进行合作 并且进行联合演习 普京还说 这无疑是加强中俄关系性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域 而李尚福对俄罗斯的访问将持续到4月19号 这也是习近平3月份访问莫斯科之后进行的 报道说 在那次峰会当中 普京和习近平展示了他们的良好默契 摆出了一幅决心抵制美国霸权的战略合作的姿态 法新社说自2022年初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了侵略攻势开始以来 北京正式宣布自己保持中立 从未公开的谴责莫斯科 习近平从未与乌克兰的总统泽林斯基通话 然而在2月底的时候 中国公布了对乌克兰危机的12点立场建议 其中也正式呼吁尊重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主权 报道表示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信息表示 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对平民的攻击 还呼吁进行和平谈判 并且敦促有关各方不要使用核武细菌和化学武器 好再来看一下FBI再抓两名中国特工 44名秘密公安遭到起诉 来自CNN的报道说 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两名涉嫌中国特工 联邦检察官指控了其他的几十人在美国境内从事压制和骚扰异议人士的工作 其中有些人甚至在纽约市经营一个未申报的警察局 报道表示根据纽约东区检察官发言人约翰马祖利表示 两名与中国城的非法警察行动有关的人 星期一也就是4月17号的时候被捕 预计将在纽约联邦法院出庭 被告涉嫌在曼哈顿经营一个未申报的警察前哨 发言人表示自去年秋天在该地点执行搜查令以来 该警察局已经被关闭 这些指控是在三个刑事案件当中提出来的 几名被告仍然在逃 另外来自美国联邦的信息表示 纽约东区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星期一 也就是4月17号的时候 在布鲁克林的联邦法庭公布了两项刑事诉状 指控44名被告犯有与参与中国的国家警察 也就是中国的公安部跨国镇压的各项罪行 其中40人是来自中国公安部的警察 两个人是中国网信办的官员 美国司法部表示 这些人据称针对美国境内居民进行了跨国镇压的行为 这些美国居民有中国政府所反对的言行 比如呼吁在中国实行民主 另外司法部表示 在这两起密谋当中 被告设立和使用虚假的社交媒体账号 以骚扰和恐吓居住在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 并且压制这些异议人士 在一家美国电行公司平台上的自由言论 司法部没有说明这是哪一家公司 只是称其为公司一 根据之前的报道表示 设施的公司就是做母公司 而司法部表示 被告据信居住在中国或者是亚洲的其他地方 目前仍然在逃 好再来看一下 北京发警告 4月18号黄海有重大的军事活动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表示 中国海事当局指出 中国军方计划在4月18号的上午9点到中午的12点 在黄海进行重大的军事活动 但是没有具体的说明计划的类型 根据报道表示 中国青海的海事局在4月17号的时候 贴出了航行的警告 说黄海自4月18号的上午9点到12点 将进行重大的军事活动 禁止止入 另外来自彭博社的报道说 中国与台湾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升温之际 北京当局近日在中国的沿海地区 加强了军事和航太的活动 中国民航部门日前才通知 4月16号的上午9点30分到9点57分 以从事航太活动为由 在台北飞航情报区内 划设了警示区管制飞航 这是因为可能面临火箭残骸坠落的风险 好 再来看一下G7在日本喊话 说对中国强硬必须保持一致 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七国集团正在日本长野县的清景泽举行外长会议 星期一也就是4月17号的时候 由日本外相林芳正举行了印太专长 G7的外长们誓言在中国对台湾日益增加的威胁 以及朝鲜未受约束的远程导弹试验上要采取强硬的立场 同时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对俄罗斯入侵的惩罚 星期一也就是4月17号的时候 大部分的议程聚焦在了俄罗斯乌克兰战争 旨在为七国集团领导人下个月在广岛的峰会来铺路 日本外相林芳正表示 世界正处于乌克兰战争的转折点 必须坚决反对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 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和使用核武的威胁 对于美国代表团来说 这次会议正值世界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和美国努力应对中国的关键时刻 这两个议题来自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等 七国部长和欧盟都将视其为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强大挑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4月17号的时候在推文当中表示 在部长级会议上我们讨论了许多挑战 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到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繁荣 再到解决我们在中东和中亚地区的共同关切 我们致力于解决这些挑战 与布林肯同行的一位高级官员透露说 拜登政府这一次的会谈目标是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 包括去年在德国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当中 发起了一项关于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大倡议 同时确保继续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 这位官员表示加强对俄罗斯冲突的惩罚 特别是通过七国集团于2021年12月份提出来的 对俄罗斯经济和金融的制裁也是优先的事项 报道表示乌克兰在未来几周面临重要的时刻 俄罗斯目前的攻势基本上停滞 而乌克兰准备反攻 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 会中将讨论如何加深对乌克兰长期防御和威慑能力的支持 这也可能使得基辅在具其条件结束冲突的潜在谈判当中增进实力 报道表示七国集团当中唯一的亚洲成员日本担任了今年会谈的轮值主席 提供机会来讨论协调对话行动 报道说在4月16号的闭门晚宴当中 林芳正敦促各国继续与中国就许多的国际挑战来进行对话 他表示各国必须要继续建立有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 并且呼吁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作为负责任的一员 中国最近派出了飞机和船只模拟包围台湾 北京也一直在迅速的增加核弹头 对南中国海的主张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尽管有迹象表明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的评论 使得七国集团在中国问题上存在分歧 不过据悉外长们将讨论如何继续对中国采取一致的态度 另外针对从去年以来试射约100枚导弹的朝鲜 七国集团外长也予以了强烈的谴责 而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表示就多国纷纷的访问中国 美国官员表示许多部长最近访问了中国 即期会议里面有广泛的共识 就是要与中国保持接触 美国官员强调会里会外都有很多团结一致 这将反映在预计于星期二 也就是4月18号发表的会议最后公报当中 据该消息室表示 部长们将发出这样的信息 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 但是我们肯定会反对来自中国的任何胁迫 部长们还将同意加强努力 防止和应对对俄罗斯的制裁规避 以及警惕第三方对俄罗斯提供武器 法新社表示这可被视为对中国的进一步警告 好 再来看一下特斯拉上海工厂强扣奖金惹众怒 工人翻墙找马斯克来告状 来自青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在中国上海的超级工厂 近日被报削减与业绩相关的季度奖金 引发了员工的不满 国际媒体报道表示 部分上海的员工透过社交媒体 争取中国网民的支持 甚至还有人翻墙上推特 向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来陈情 报道指出 路透社引述了几位特斯拉上海厂的员工 在网上贴文指出 这些员工认为绩效奖金被砍 应该与今年早些时候 工厂里面发生的一起致命工商事故有关 并且抨击管理层因此而削减了员工的绩效奖金 上海厂是特斯拉在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厂 雇佣的员工在两万人左右 也因此常常被称为超级工厂 而且这里也很少出现员工不满或者是抗疫的事件 去年三月份 当上海当局因为新冠疫情泛滥 而对全城实施了长达两个多月的严厉的封控措施的时候 马斯克曾经公开的赞扬上海工厂的员工 在封闭的状态之下 费寝忘食昼夜坚守岗位的出色表现 这一次员工不满事件爆发的时候 特斯拉因为汽车销量下滑 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多个市场削减了汽车的售价 此举引发了人们对其利润空间的疑虑 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表示 特斯拉上海工厂的员工在网上贴文 最早是在上个星期周末出现在了中国的百度贴吧当中 也有人翻墙在马斯克拥有的推特上 向马斯克本人以及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 还有特斯拉公司发出了呼吁 路透社引述了一位员工在推特当中 发给马斯克和特斯拉亚洲分部的贴文说 请注意特斯拉上海厂一线工人的绩效奖金 遭人恶意扣除了 上海工厂另外有两名员工向路透社表示 他们在周末接获了主管的通知表示 他们这个季度的绩效奖金被扣了 绩效奖金通常与工厂的生产绩效直接相关 这两位员工表示 当他们问为何绩效奖金被扣的时候 主管提及了今年发生的安全事故 这两位员工因为担心饭碗不薄 而不愿意透露他们的姓名 好几篇工厂员工在网上的贴文 谈及到了今年二月份上海发生的一起事故 事故当中一人丧生 而全厂的工人都因为这件事故 而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 另外在路透社的报道当中还透露说 当地政府对这起事故的调查结果显示 特斯拉的安全管理部门 对这次的事故负有间接的责任 而在事故当中丧生的员工 则对事故负有最直接的责任 路透社曾经联系了特斯拉和马斯克 寻求他们对此事进行评论 但是目前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 马斯克的母亲梅耶是一个在中国拥有大量粉丝的模特 她最近前往中国进行了为期两个星期的巡演 并且曾前往特斯拉上海厂推销她的回忆录 有些上海工厂的员工在网上的贴文当中透露 他们这个季度的奖金扣掉了大约2000元人民币 特斯拉上海工厂的员工的起薪约为每个月5340元人民币 其他的还有加班工资 岗位津贴 季度奖金和年终奖 各种收入相加 一位特斯拉上海工厂的员工的税前年薪可以达到11万到12万元人民币 而有人在中国的百度贴吧当中的上海特斯拉吧当中贴文表示 上海特斯拉工厂当中普通员工收到公司恶意扣除工资的通知 原因是公司因为出现了安全事故 所以需要赔偿 以此为由降低了全部员工的绩效分 相当于公司合法的利用规则从每一个一线工人的绩效工资当中扣除了人民币2000多块钱 另外一有网友表示 以他身边的同事为例 让他感到非常不公平和无奈 另外路特社引述了香港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周爱丹的话表示 公司在发生了安全事故之后 对员工寄出惩罚措施并不罕见 但是通常影响到的只是员工的安全奖 他也表示扣除绩效奖通常应该与员工的绩效相关 与工作安全本来就没有关系 因此也显得更为不公平 好再来看一下荷兰发布了最新的评估 说中国是最大的经济威胁 来自法管的信息表示 荷兰情报部门在4月17号的时候 在年度威胁评估当中表示 中国是荷兰经济安全最大的威胁 中国的威胁涉及到了商业间谍活动和秘密投资 荷兰同时也将俄罗斯指控为该国的安全主要威胁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表示 荷兰的情报部门在4月17号的时候 称中国是荷兰经济安全的最大威胁 该机构在2022年年度的报告当中曾经表示 虽然荷兰将中国视为了主要的贸易伙伴 但是中国军事野心正在推动获取荷兰和西方技术的尝试 根据荷兰情报部门的报道表示 中国公司和知识研究机构有时是荷兰机构的重要的合作伙伴 但是与此同时 中国对荷兰经济安全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该机构表示 中国既利用合法投资企业收购和学术上的合作 也利用非法信息数字间谍活动来招买荷兰内部人员 秘密的投资和非法的出口 荷兰公司知识机构还有科学家经常成为这种行为的受害者 荷兰的情报机构还强调表示 中国的主要目标是总部位于荷兰南部城市 菲尔德霍芬的半导体制造商阿斯曼尔 该公司是世界上用于制造计算机芯片光刻机的主要的供应商 中国也是阿斯曼尔的第三大市场 报道表示 3月8号的时候 荷兰政府表示将出台限制半导体技术出口的规则 大致遵循美国在2022年10月份 推出的旨在限制中国制造自己的半导体能力的法规 但是该政策的技术细节仍然不得而知 但阿斯曼尔在3月份的时候表示 预计将对法规涉及到的部分高级工具提出新的许可要求 洛特社的报道表示 荷兰情报机构稍早在2月份的时候表示 俄罗斯一直在监视荷兰北海的锋利涡轮机农场和基础设施 荷兰提高了警惕以防止出现可能的破坏活动 荷兰并且在2022年的时候驱逐了17个俄国的情报机构还有人员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